每天每星期平均會用到四支積氣飲館 就這樣聽好像沒甚麼感覺 不過計算一下 其實一年可以用到 高達11億支積氣飲館 逆逆星,其實真的很可怕 所以不如我們下次吃飯的時候 自備飲館 今天就對了,我們請到兩位專家 是專門研發可重用的飲館 不如我們一起聽聽他們的分享 在我身邊的兩位 就是環保設計工作室的創辦人 Vince和Eddie 不如跟觀眾簡單介紹自己 以及講解你們的工作室是甚麼 我是Vince 我是這間工作室的創辦人之一 我是Eddie 我們的工作室是19年次成立的 主要是研發一些可持續發展的產品 以及設計一些創新的環保工作坊 給大家 聽到有設計和環保這兩個元素 你們一開始是先設計產品 環保還是兩方面一起行動 是先設計環保產品 一開始是怎樣接觸這件事的 其實我和Eddie是大學同學 我們當時在PolyU讀 產品工程及市場學 在學期間已經設計過很多不同的產品 我很記得老師跟我們說 設計一個好的產品是很難的 如果又要設計一個又好的產品 又對環境有善的產品更加難 但我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 所以我們這方面也很有興趣 所以就開始了這條路 若要設計一個產品固資圓欄 為何一開始會想起 加上環保這個元素 始終自己對環保有興趣 而當時回顧100年的時候 酒飲館開始非常熱 一次越來越多大型的連鎖餐廳 都加入了酒飲館,不派飲館 但有很多不反對的聲音 我們身為一個產品設計者 看到一件產品有這麼多問題 而自己亦是一個專業用家 因為我很喜歡外出買台式飲館 既然自己是這方面的小專才 所以我們就開始思考有否解決方法 就設計了一枝可以拆開清洗的 可蟲和飲館 那可否跟觀眾透露這枝飲館 有甚麼特別之處 有甚麼特別之處 就是可以一分為二的 名字叫一對飲館 就像一對筷子一樣 是一枝可以拆開清洗的飲館 方便大家看到內部 而我們拆開清洗 乾淨乾淨就一目了然 我想對觀眾來說 一分為二的飲館是非常神奇的 但如果他們想實用的時候 可否讓我們看看實物 很滑地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 那他們平時怎樣拆開清洗的 這樣真的很方便 如果清洗方面 我想知道有了這枝飲館 但一開始設計這枝飲館 一定有一個原因 那是因為甚麼事才會研發這個產品 就像剛才所說 Vinci和我們都很喜歡喝台式飲館 我們就另一發 不如打開清洗就更方便 開始構思一個可以拆開的無飲館 這個版本 可能已經是十多晚次的改良 我們一開始由一個3D印製造型 至今至少超過一年多的開發時間 研發完後會否參加甚麼比賽 令人知道這個產品的誕生 回顧我們100年的時候 我們拿著這枝飲館的圖片 就是一枝菲利品的軟奶奶 一枝飲館的膽粗粗去參加一個比賽 叫做Green Hacker Farm的環保創業比賽 很開心 當時也是人生第一次參加比賽 就拿了全場冠軍 有我們第一筆契啟動資金 有五萬元 我想知道得獎後 由概念變成大量生產或產品 會否遇到甚麼困難或挑戰 其實也有很多挑戰 正如剛才說的就是我們有3D印製造型 我們正在做一個原稿的3D印製造型 已經做了超過100次的改良 例如飲館的頭部 因為有評審跟我們說 會否比較遠 因為很多小朋友應該會喜歡 所以這些位置我們會慢慢修圓 還有尾部 原本是單斜邊的 因為方便大家一握就握著飲館網 但又考慮安全的元素 我們也設計了一個雙尖位 正在這兩部分的問題 我們也處理了很長的時間 可能已經有很多次了 對 但其實這些貼心的設計 我想很多用家用完後 都會有很好的反應 譬如真的到用家用的時候 他們有給你們一些好回饋的意見嗎 有,因為我們推出市場之後 我們也有去不同的地方放展覽 很開心的就是 有位顧客在網上買完飲館後 已經買完,他不需要再二次購買 但他也過來我們的展覽 告訴我們很欣賞我們的產品 很欣賞我們的理念 這次我們真的非常深刻 我想八卦更多 譬如設計環保產品 需要很多創意 你們在想甚麼時候 會否有甚麼範疇 一定要考慮到這因素 因為我們設計環保產品 是一個餐具 所以我們最主要考慮 是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其實塑膠 它也有分很多不同類型 例如ABS、PP PP也有分工業用或食品級 其實我們去選料時 也試過不同的物料 去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還有是否真的可以 過到食品的測試 因為我們做完每件產品 都要拿它去做一個測試 確保真的安全 所以我們才會推出市場上 所以其實物料是我們考慮得比較多的元素 說完設計完成的產品 我想跟兩位八卦下 例如平時兩位都喜歡環保 你們在生活上 會否有甚麼習慣 都會有時運行或實行環保的概念 我們最主要是跟從環保4R 其中一個是回收 其實我們平時喝的積氣素膠樽 我們也會鼓勵身邊的朋友 家人去做回收 我們也會收集自己的辦公室 你可以待會去參觀辦公室 也會收集一些洗乾淨的膠樽 這些膠樽我們回收後 會做一些工作室或拿出去回收 其實這也是最簡單、最方便的方法 Minsi,有甚麼提示給觀眾 我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小 但當然我會儘量做好自己應有的本分 在補充方面,就是自備餐具 我也記得疫情時很嚴峻 我也會鼓勵我身邊的人自備餐具 你們可能會覺得麻煩 又要自己帶一件東西,又要清洗 但其實在疫情期間 你選擇在餐廳中 選擇用別人用過的匙巾 還是用自己的匙巾 我說完這句後 很多人都願意帶回自己的餐具 我想觀眾現在知道這兩個秘訣 平時也可以在生活中濕行 我轉頭再跟你們兩位 聊更多環保概念,好嗎 好… 有研究指出,美國每人每天 大約用到1.6支飲館 即是每天的總耗用量高達5億支 如果把所有飲館搏在一起 它的長度足以圍繞著地球兩周半 是一個相當驚人的事實 但我發覺最大的問題就是 可能用一支飲館是方便我們吃一頓飯 可能是幾十分鐘的事 但若然要完全分解一支飲館 需要用到4至500年 是相當花時間的 所以不如這樣吧,我們走數吧 今天我們好像要學習工作室 這個工作室究竟是甚麼 這是我們的升級再造 環保玻璃紅磚工作坊 原材料就是前面的玻璃紅磚 其實它是甚麼 跟真正的紅磚沒有分別 它是1比16做出來的小模型 裡面也加了一個回收的玻璃粉 為甚麼要加回收玻璃粉 因為可以取代裡面的原材料 其實這個亦屬於綠色建築 其實對於建築師來說 其實是不陌生的環保紅磚 但對於我們一個普通市民來說 是一個好像很新穎、很特別的東西 所以很希望可以把這個材料 介紹給更多人認識 其實這個工作坊 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種類的產品 例如可以做到一個小盆栽 我們也可以做到一個小排坊 但今天比較簡單 我們先做這個盆栽 好… 好,可以先拿出一塊小木板 先拿出一塊小木板 好,就是底板 對,你看到底板 裡面已經切了很多不同的 黑滑的小結構 其實亦根據紅磚建築的力學 你看到我們的排列 不會是一排一排的 我們全部都是互相緊構的 我想知道 是否中間的正方形 我們不用填滿它 對,中間不用填滿 平日我們會用水來做 今天我們會用一個黏合劑砌 我先砌,不用先用黏合劑 你可以先砌第一顆 第一顆 好 第二顆 第二顆 第二顆我們需要用到一個黏合劑 我先替你塗一塗 然後塗在這個位置 謝謝 塗完後,我們對正的位置 輕輕按一下 其實很快就可以黏得到 大約我們維持兩秒 其實已經穩定了 做一個連接和固定 對,沒錯 就可以用第三顆了 好 第三顆我們也可以用… 那就連接第二顆的位置了嗎 對,沒錯 好,謝謝 我也幫你先用黏合劑 好,讓我先試試 好 完成了 不知道可以先用底下 要做到下一個 這個的時候 有兩個位置都會碰到紅磚 是否應該… 對,兩個位置都要塗 不如這次我試試吧 好… 先塗一半 就是這個的一半 還有這個的底部 你看到黏合劑 其實有甚麼獨特之處 你看到其實它比較濕潤 因為紅磚其實是吸水的 所以這個黏合劑 加多了水分在裡面 令它乾透的時候 可以吸收黏合劑 跟另一片的紅磚 緊緊地黏合進去 好,中間已經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圍邊的部分 圍邊要塗黏合劑的時候 有甚麼要注意嗎 好像全部都會接觸到 全部都會接觸到 每一個接觸的位置 我們都要加研合劑 好 好,在這裡放一放 謝謝 好 先塗哪一塊 可以先塗這塊 其實圍邊就沒所謂了 其實我想問 例如做這個底盤的時候 我們為何要用紅磚的物料來製作 其實紅磚是甚麼 紅磚已經是很多年的歷史 原始於古羅馬那邊 需要經過一千度去消結而成的一顆紅磚 非常耐用 而且防腐 很適合用來做建築 除此之外 我們剛才提到 有加入了玻璃砂 玻璃砂是甚麼 就是我們回收一些玻璃磚 把玻璃磚打碎 磨成粉末 再加入紅磚裡面 你可以細眉每顆玻璃磚 其實它有很多閃粉 那些閃粉就是玻璃砂 其實環保的概念已經融合在兩面 對,沒錯 如果我們做了第一個層 我們之後要怎樣去下一本 第二層其實可以發揮不同的創意 去組合而成 如果我們按著這個設計 我們就可以把第一顆放在這裡 之後我們攪拌一下 再放在這個位置 在中間保留一個洞 希望可以做出一個模式 而且令裡面更加通風 因為之後我們會放放植物 例如我們塗黏合劑 第二層的時候要塗哪幾個層 如果是第二層的話 我們就可以塗底部 一定要塗底部 對,塗底部 是哪個位置還沒塗的嗎 塗底部 對,沒有分底部 好 好,然後這個也是塗底部,對嗎 對 這個呢 好 好的 我們總共要做多少層 為止做到一個結構 我們大約會做七層 但其實有這些模式 我想就算是小朋友或學生 都容易理解 對,也想加強它們的脆味性 其實有點像砌積木、砌LEGO 即使小朋友很抗拒畫到 我相信他看到這麼有趣 可以當作是積木 他也不會太抗拒 即是好像一直學習 但又可以玩到 對,即是加入脆味性和創意 好,到第三層 第三層跟第二層會有不同 之後放的磚 不會跟第二層一模一樣 我們不是放在這個位置 不是重點 放在中間 好像卡拉卡拉 對,卡拉卡拉 力點的支撐才會做得好 我想知道如果它在這個組裝 不齊了,不如這裡是怎樣放的 可以這樣 對,這裡 這樣 我會先去哪個位置 對… 所以它塗的位置會比較丟著我 對,會頭尾 好,那我先嘗嘗 好,接著到第八層 第四層完成 第八層我們不再卡拉 要封密它 好,這裡是第一顆,我先幫你 封密的意思是甚麼 對,那我們第一顆在這裡 第二顆 是,第二顆 那我傳遞給你 好 做建築 我想知道為何這層反而要鋪滿 對,因為最後那層 不想它有一個穿洞的感覺 所以防止一棵植物掉出來 順道加固嗎 是 就是穩定,穩定它的位置 好,那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對,譬如我們做了這個底座 然後我們還有甚麼要做 之後我們可以擺放植物 我今天準備了空氣鳳梨 讓你回家栽種 因為我覺得空氣鳳梨 是非常適合香港人去治療 大家可以放在室內的環境 而且它是一個無土的植物 所以看到它是根部已經在 它吸收的空氣就可以支撐生命 是一個南美洲的植物 但由於來到我們香港 環境也會不同了 而且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放植物在室內環境 亦會開冷氣 所以是一個比較乾燥的環境 所以建議大家兩星期噴一次水 那就是完全不需要用泥土 對,是一個無土植物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空氣鳳梨 除了美化環境之外 其實它是吸鴿泉 以及吸二氧化碳的高手 這就對了,因為之前我家裡 已經種了幾棵多綠植物 今天我性情難卻 我先拿這棵回去再種 好,很好 那我家裡的空氣環境 就可以越來越好 看法你家裡的二氧化碳 我和媽媽就會越來越健康 謝謝… 謝謝 參加了第一場比賽 那時開出了飲館的設計 那時還未建設一個真實的飲館 其實怎麼走到那裡的過程 是由沒有變成有的 這就是第一題是難題 到新產後,我們要去找廠 正正在疫情期間 我們的產品 我們最後選用了物料 但當時疫情的很多物料 都外出了來生產一些疫情的產品 包括口罩等等 所以當時面對第一個挑戰 就是找物料 找了很久,最後也沒問題 之後就找我們的廠 因為始終我們是小公司 不是說大公司 我們同時可以推出10件產品 他們會覺得 你也不會說生產很多 所以很多工廠都不接我們的單 最後就是找上幫忙 介紹了一個廠給我們 選用了他們幫我們做生產 那時候是否生產完第一版 已經可以面世 還是遇到困難 當然也有,建完後沒有回來 還要不斷更改、不斷調節 例如初時的吻合度不夠好 因為始終是一瓶飲館 流水流風,因為可以拆開 所以這方面我們也要很注重 所以在這個扣位 我們也改了很多次 剛才跟你們了解完這個飲館的來頭 我自己也覺得非常實用和厲害 接下來有否其他產品已經在研發 是會面世的呢 其實我們想了很久 都想有一套完整的餐具 屬於我們 除了飲館外還有一些飯盒、杯子等等 但這方面我們也在努力 還在設計的階段當中 Eddie和Vinci,我想向你們請教一下 例如不只你們 可能有很多有志的人士 都想設計一些關於環保的產品 未必是飲館 例如我自己說 例如我們要去想一想 如何設計一些關於環保的產品 有甚麼出發點 或有甚麼範疇我們必須考慮到 我自己覺得環保和環保產品 給人第一個感覺是覺得不漂亮 或是舊、不好用 主要都是這三類 我會從這三點出發 Eddie會否有別的想法 設計新產品的時候 設計新產品,我會多焦點 在市場上 我們也會留意一下 是否在市場上 會接納到我們的產品 因為如果我們設計出來 其實很難推廣 很難做售貨物 其實設計來 也比較浪費了大家的資源 所以每一件新產品的時候 我們也會先看看市場反應 以及接受程度 所以我們在推出我們的產品之前 其實我們也會做很多試用 讓餐廳和消費者試用我們的產品 看看他們有甚麼反應 我們再從中去改良 無論在價錢方面 或使用度方面 我們也會先聽到不同的持分者 一些意見 我們收集回來 我們再慢慢改進 希望可以一出到市場後 就可以得到大家的接受 聽兩位說完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了解到 其實環保是可以很容易實踐 但當中設計的時候 也要花很多心思和概念 不如下一集我們找兩位 再談更多關於環保的事情 電視節目有很多種 不過飲館也有很多種 有止飲館、膠飲館、粥飲館 可惜未必每一款飲館 都達到環保的效果 不過不用怕 意大利有一款 是用食材製造的意粉飲館 一天之內就可以完全分解 而且不會對環境造成任何污染 這樣已經夠環保了吧 很乖